Hello你好我是Cindy 美国认证的健康教练 今天要讲的是fasting drinks 当你在做间接性断食的时候 你能够喝什么 然后他不会break your fast 现在很多人知道说 fasting的时候通常就是不吃 但是 你可以喝东西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到底是 什么饮料可以对你的身体有帮助 然后不会break your fast 第一呢是apple cider vinegar 现在是在美国已经是很多研究知道说 apple cider vinegar 苹果醋 对身体很多 的benefit 但是你要make sure你是买 organic raw with mother 所以呢 他会有一种bacteria 是对你的gut 对你的肠胃 有帮助的 那很多人觉得说 apple cider vinegar很酸 很 难喝 但是呢 但是呢你可以加一些 其他的东西 把它 不要那么的浓 加水啊 或者是加一些茶 因为呢 apple cider vinegar有太多的benefit 譬如说可以帮助消化 然后呢 absorb minerals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去吸收那些 矿物质 还有 decrease bloating 当你吃完你觉得肚子很脏气的时候 apple cider vinegar 可以帮助脏气 因为他帮助消化 再来就是 decrease acid reflux 譬如说 当你吃完你有时候 会不会觉得说你打 格然后 东西 会跑上来 那个就是因为你的肚子的 胃的酸 减酸度不够 所以apple cider vinegar 可以去 中性化你的胃的 减酸度 还有就是 Break down protein 它可以帮 帮忙 break down你 蛋白质的这个 消化 还有lowering the blood sugar 降低血糖 这个真的是一个 对于 type 2 diabetes 对糖尿病的 患者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帮助 所以你可以 饭前 喝一点点 one tablespoon 或者是two tablespoon 放后你也可以喝 就是 你可以真的就是 放在水每一天 一天你就是 可以drink it 就是 it won't break your fast 因为它的calorie很low 还有 它可以boost your immunity 就是你 可以 不太会感冒啊 不太会去 去 受到这些 外面的virus 的attack 所以真的它就是 有所有的benefit 然后 你要make sure你买的是 对的 organic non-pasteurized un-pasteurized 就是没有加 杀菌过 然后买raw with mother 如果放一个图片在这里 如果亚洲买得到的话 这个brand 这个 这个产品是很好的 那除了apple cider vinegar 还有什么可以喝呢 像lemon water 或者是lime water 可以切一小片 放在水里面 或者是挤一点 你一整天就可以带着那个水瓶 然后就是 喝一点喝一点 它不会brik you fast sparkling water 气泡水 也是可以喝的 因为它 它可以让你的 肚子觉得 你有东西进来 然后 因为它有气泡 可以满足你的 空腹感 那现在很多 出 气泡水有加一些 味道啊 譬如说什么 Rasperry啊 Blackberry啊 那些都ok 但是你要看它的背后的ingredients 它有没有放sucrose 就是一些带糖 stevia是ok 但是sucrose 就不太好了 Asperate 像 Diet Coke里面的那个 带糖那个也不好 所以记得 并不是就是零卡洛里 就好的 你要看它的成分 还有现在在日本很流行的 Okra water 秋葵的水 因为秋葵含有非常 多的 fiber 纤维 纤维 所以 它说你可以切 把它的头切掉 放到水瓶里面 然后 它很多纤维都会跑到水里面 然后你就是喝那个水 没有味道的 可以真的是帮助消化 帮助肠胃 移动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还有ginger 你可以ginger 放在 水里面 ginger放在 T里面 或者是ginger 跟lemon 放在水里面 这些真的都是对你的免疫力很好 然后也可以加一些额外的维他命C 所以放在 温茶里面 或者是温水里面 放它一阵子 然后 真的是 味道也是很refreshing 还有 plum water 像 日本现在 他们喜欢吃的那个 うめぼし 就是那个 梅子 干的那个梅子 那个你可以 切 把它 切松 然后放到温水里面 或者是冷水里面 热水里面 然后就可以慢慢喝的那个水 那个 ウめぼし也是 对于 消化很好 但是你要make sure那个 成分里面它 不含糖的 Cucumber water Cucumber就是 那个 小黄瓜 你可以把它切片 放到水里面 也是 很好的一个 饮料 Mint water 薄荷水 所以薄荷也是一个 像peppermint 也是 在美国很流行的 可以把 Mint把它切碎 放到水里面 或者是你就可以 这一点叶子 放到水里面 放到茶里面 对它的味道里面 很 闻起来也是 非常清 清清清 清清 还有就是 就是 就是 Planal water 就是水 因为 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喝水 但是水其实就是 白开水就是 对你身体很好的一个 一个燃料 那还有一些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个powder 或者是spices 可以加到 我 上面说的这些饮料 譬如说像 Cinnamons 肉桂 肉桂呢 是 很多人喜欢加在咖啡里面 我不知道在亚洲 流不流行 但是 他也是医学 研究 发现说他有很多 对身体好处的地方 降低血糖之类的 还有Tuberic 他也是像黄色的这个粉 像 很多 印度他们放在咖喱里面 或者是 Tuberic你也可以在 煮菜里面撒在 沙拉上啊 撒在鱼上啊 都可以 那加在 茶啊 或者是 热汤之类都可以 那除了这些 这些饮料之外 还有一些 像black coffee 黑咖啡 你也可以使用 Tea当然也是很好 所有的 所有的Tea 但是你要make sure说 如果你 你一整天都要喝Tea的话 那你要选 这个 烏咖啡因的 因为你 一直都喝Tea 这些低咖啡因的 也会 add up 烏咖啡因的像 Green Tea 有一点点 但是你要 就是 make sure不要喝太多 Green Tea是很好的 烏龙茶 或者是 菊花茶 所以啊 然后我刚刚上面提的这些 像ginger啊 这些都可以加在 这些茶里面 那除了这些 茶以外呢 还有Bone Broth 你也可以喝 骨头煮出来的 熬煮出来的这些 汤 因为 譬如说在fasting的时候 你觉得说你想要喝一些 咸的东西 那Bone Broth就很好 而且Bone Broth 含很多 这些骨头啊 皮 熬来的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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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fat 对身体也是一个非常好 补充营养的 的元素 还有 你加很多盐的话 也可以提升你的 sodium intake electrolyte electrolyte balance 所以Bone Broth 很好 你如果是买 是示范的那种的话 你要make sure他的 成分里面没有 没有放sugar 然后carbohydrate 那个碳水化合物 是really low 那通常 譬如说一小杯的 这个Bone Broth 是5cal 或者10cal 因为他calorie很low 他是不会break your fast 但是你就记得说不要喝 一大碗 就是喝一点点 那个就不会break your fast Bone Broth之后呢你也可以喝 miso soup 味噌汤 但是你要喝 没有 放料的 味噌汤 因为 味噌就是 是fermented的 它真的是对你的 肠胃消化 是非常好的 一个 一个食物 所以你放在 一点点在热汤里面 喝一点点的话 他也是 不会break your fast 还有 昆布汤 现在也有昆布茶 昆布呢也是 一种seaweed 它有含有 calf Iodyne 对女生也是 荷尔蒙 Balance 很好的一个元素 所以也可以 尝试说加一点在你的汤啊 加一点在你的茶里面 这些都是很好 所以 结论来讲我讲了很多不同的fasting drinks 每一个人不一样 那你也可以说 把它mix 或者是 这个加那个那个加那个 尝试看看 看你最喜欢的fasting drinks 是什么 如果我 miss anything 你可以说 下面comment 让我知道说 我忘了提了哪一种 最好的fasting drink 然后你也可以share你的 这个 食谱 或者是饮料 让大家知道说 还有什么 可以帮助 消化啊 在你发行的windows 可以喝 但是不会觉得 空腹 OK 那今天就是这样子的topic 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的website 在下面 谢谢观赏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